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陈有亮在采石城的武通庙杀了徐首辉 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了大殿 因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了 治政二十年六月十六号,也就是徐首辉死的这一天 陈有亮在暴风雨当中,在武通庙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汉 这就是乱世当中的生存法则 徐首辉他没弄懂,致死也不明白 陈有亮虽然算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 但是他却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 他这个大汉国年号定为大义 真够狠的 一个势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大义 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不守游戏规则的人 在陈有亮的眼里,什么仁义道德全是狗屁 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 道学先生们,那我就做给你们看看 我的年号就叫大义 怎么着吧 说实在的,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难于对付的 要对付这样的人 君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守规矩的做法也是不行的 那么谁还能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呢 看来只有朱元璋了 在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 陈有亮和张世成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是非常的有潜力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谁对他们威胁最大 那他们心里很清楚 虽然朱元璋这个时候还非常弱小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 陈有亮呢,当时并没有掌控天文国的政权 所以最先和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世成 双方从治政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六年 朱元璋攻克应天之后 就没消停过 大的小小打了有上百仗啊 朱元璋对张世成是非常的头疼 我不就是占了点地盘吗 我说你这张世成干嘛老和我过不去啊 本来呀 朱元璋的兵力就不够用 但是乌露偏逢连音语 在这一年的六月 朱元璋的一个部将又投降了张世成 这个时候 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 他有和张世成谈判 他呀给张世成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的大致内容呢 是这么写的 说我是个贫苦的农民 你呢 是个私言贩子 咱们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啊 干嘛你非要打我 咱们两家和平相处不好吗 时不时的互相串个门 这不挺好的吗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首辉开战了 两线作战非常的不利 可是张世成也不是等贤之位 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 他给朱元璋回了一封信 大概是说 你呀 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 我已经和徐首辉约好了 非灭了你不可 得 谈不拢 那就打吧 这一年的七月 张世成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将 然而朱元璋早有准备 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长玉春前去应战 这个徐达和长玉春那可都是名家 非常的厉害 把张世成的军队在龙潭这个地方打的是一败徒弟 然后猛将长玉春一路追打过去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57年的时候攻克了长州 之后又攻克了宁国 在攻克宁国的战斗当中 长玉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敦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 这个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记得吧 夏侯敦眼睛中了一剑 他是非常的勇猛 拔出剑来 把这个带出来的眼珠吞到肚子里继续战斗 那么长玉春呢 在攻打宁国的战斗当中身中三剑 而且都是贯通伤 但是仍然坚持作战 攻下了宁国 张世成被打的一败徒弟 其实啊 张世成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 人数呢 也比朱元璋的军队多 但是却被打的惨败 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叫千军一德 以将难求 说到这儿啊 我就得好好的跟您说说长玉春 这个长玉春 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他是在制政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五年 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 才来投奔朱元璋的 虽然来得晚 可是他一点也不客气 一来了 开口就冲朱元璋说 我是上这儿来当先锋的 您把先锋印给我吧 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啊 但是从来没见过长玉春这么狂的 他当时也有点生气 说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 到我这儿来混饭吃 我怎么马上就能把这么重要的官位交给你呢 长玉春听了之后也不生气 笑着说 主公您等着瞧吧 长玉春这可不是说大话 在此之后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朱元璋攻克彩石的战役当中 元朝军队在长江岸边列阵 朱元璋的水军是没有办法靠近 朱元璋在战船上看着是干着急 就在这个时候 长玉春的船只从朱元璋的船旁边经过 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在投军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就对着长玉春大喊一声说 嘿小子 你不是要当先锋吗 现在是时候了 长玉春听到之后 答应一声得领安 于是是单枪踢马奋勇向前 当小船冲到岸边的时候 长玉春手持一柄长矛啊 直接刺向岸边的援军 这岸上的援军也不是吃素的 砰一把就把长玉春这个枪给接住了 避过枪头钻住了枪杆 他的意思啊 把长玉春要从船上给顿下来 实不成想啊 他正中了长玉春的圈套 这个长玉春啊 就是想让他接这个枪呢 只见长玉春手握长矛顺势这么一撑就跳上了岸边 似乎是个撑杆跳的动作呀 然后他是连杀树人开辟了摊头阵地 后边的士兵一拥齐上就攻占了彩石 听着有点传奇色彩啊 在这个战役之后 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长玉春的年轻人 并且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 长玉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 他非常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 选择进攻位置 那就一个准就别提了 一打就赢 而且他还能够冷静的判断战场的形势 除此之外呢 长玉春本人还是个武林高手 个人武艺也是甚事了得 这一优点在之后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长玉春也有个致命的弱点 俗话说人无完人嘛 这个长玉春有什么弱点呀 那就是嗜好杀戮 而且还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 什么叫杀降啊 就是把已经投降的士兵给人家杀了 这可太不应该了 古语有云呢 杀降不降 也就是说杀降对这个主帅不利 那么从道义上说 对方已经投降了 你在动手杀人 似乎就不那么光彩了 可是长玉春就偏偏好这个 他这个嗜好后来也给朱元璋惹来了大祸 朱元璋在击败了张世成之后 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徐首辉这件事情上 但是朱元璋很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徒有其表的徐首辉 而是在徐首辉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 陈有亮 在这段时间里 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 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 第一个决策就是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正是这种做法 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 同时也避开了元朝政府的注意 当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 扯张虎皮做大旗 锅里没几两米就赶开几千人的饭的时候 朱元璋充分的利用了时间 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实力 另一个决策就是在陈有亮和张世成两个人中间 拿谁开刀的问题 当时啊 所有的人都普遍的认为张世成比较弱 希望能够先对付他 这些人想的挺好啊 张世成占据的江浙一带 这个土地都比较肥沃 而且很富庶 那么把这块土地打下来 扩张自己的势力 从而和陈有亮决战 很有优势 应该说这个对策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也都是没错的 但是朱元璋在这个时候 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 在实际决策当中 不受别人 特别是大多数人意见的影响 那是很困难的 当很多的人重口一词的时候 这个做主的人呀 往往会随达溜 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 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大家 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朱元璋对他手下的这些谋士们说 你们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 张世成这个人呀 我太了解了 他是气小 陈有亮的特点呢 是至交 俗话说 气小则无远见 至交则好声势 那如果我进攻陈有亮 张世成肯定是不会参与啊 不会去援救陈有亮 而我要是去进攻张世成 陈有亮一定会掺和 他肯定是动员全国的兵力来救张世成 即便是他不救张世成吧 也会是来趁机打我们的后方 让我们两线作战 到时候可就很难说了 他这属于是趁活打劫落井下石啊 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很聪明 而且他的剑壁非常的精彩 如此有见识之人不娶天下 那何人有可娶呢 无论怎么躲避 决战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这是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共识 在制政十九年 陈有亮已经完全控制了天丸国 他的兵比朱元璋多 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 更要命的是 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 那就是水军 陈有亮占据了湖北和江西 也就是说他占据的是长江上游 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长江下游 必须要仰手而战 由于他们正好是处在同一条水路上 所以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 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这个 您说人家陈有亮的战船是借势向下冲锋 而朱元璋的这些小船呢 是必须逆流而上去迎战 这多别扭啊 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吧 但他也知道拿这些小渔船去和陈有亮的大战舰决战 那等于是自杀一样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决战提前爆发了 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正十九年十一月 长玉春率部攻克池州 陈有亮也大为吃惊 准备安排部队把池州夺回来 但是事情泄露 朱元璋有了准备 命令徐达和长玉春采用伏击战的方式来作战 长玉春和徐达在九华山设下了埋伏 打败了陈有亮的援军 并且俘虏了三千军人 这个时候 长玉春的老毛病发了 什么毛病啊 前边咱们说了 长玉春这个人呀 有个弱点 那就是嗜好杀戮 而且杀降 就是把投降的士兵给杀死 这不逮着陈有亮三千人吗 长玉春就对徐达说 我要杀掉这三千人 徐达说 这可不成 坚决不同意 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 但是 徐达万万没有想到 长玉春胆子已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 竟敢不经过请示 连夜就把这三千人全都给活埋了 长玉春他杀降也是有目的的 他呀 没权杀 留下了几个人 让他们回去给陈有亮带了一句话 说的什么话呢 告诉他们是长玉春打败了你 把你这三千人给杀了 哎呦 这麻烦可大了 陈有亮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真的是愤怒了 自打他从军以来 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他 这长玉春又何许人也呀 啊 居然敢冲我挑衅 陈有亮终于动手了 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 他要打到应天 把朱元璋赶回老家种地去 当然了 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 这次长玉春呢 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 智政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六零年 陈有亮率领着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 向着应天进发 他的这些战舰呀 名字都特别的威风 在这儿 咱们可以详细的说说 都叫什么名字呀 您听啊 有叫混江龙的 有叫色断江的 还有叫壮岛山的 还有叫江海鳖的 您听见这名字啊 一个塞着一个大 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 怎么变形金康也出来了 船名威风 那么战船呢 应该说这些战船也非常的厉害 这些战船 打得有三层楼那么高 各种火炮齐备 用这样的船 来和朱元璋的那些渔船打仗 那根本就不用攻击 开炮干嘛呀 直接这么一撞 完了 陈有亮在攻击前通知了张世成 让张世成来夹攻朱元璋 然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 陈有亮指挥作战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个人啊 他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什么作战方案呀 什么作战计划 而是率意而为 想到哪他就打到哪打到哪算哪 这个特点啊 也让以后的很多军事专家对他呀不以为然 但是客观的看来 这正是陈有亮的作战特点 也是他的指挥艺术当中的精华所在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 这敌人能知道吗 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谁能顶得住啊 一开始朱元璋就吃了他这个亏了 当朱元璋得知陈有亮率领大军开始攻击的时候 这陈有亮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彩石 速度之快 让朱元璋都没想到 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 现在就是孤零零的屹立在陈有亮的十万大军面前 由于没想到陈有亮的汉军攻击是如此的迅速 在太平城里只有三千名士兵 由花云担任统帅 陈有亮在攻击太平的战役当中 又充分的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 他没让那些士兵去攻城 而是让士兵们把这个船只一直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上 用短梯非常从容的爬上了城头 一举歼灭了城内的三千守军 当陈有亮的汉军从城墙上爬下来的时候 城里头的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 呆呆的看着汉军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 难道这些军队他是飞过来的吗 呃在戏文里头呢 我们也看过一出叫战太平 写的就是花云的故事 那么守将花云最后是英勇就义 太平城被攻破了 太平城被攻破之后 应天城就像是一个赤裸的孩子 完全暴露在了陈有亮的利剑之下 陈有亮这个时候已经杀了徐守辉 成了皇帝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 那么朱元璋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啊 朱元璋手里只有一万水军 而且是不堪一击 看来呀 上天似乎要抛弃朱元璋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都没有赢的希望 每次当他到玄武湖 去看那些破烂的渔船的时候 总有一种想一把火 把这些垃圾都烧掉的冲动 但是事情就这么有意思 这个朱元璋啊 现在他又遇到困难了 而每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都会有歧视出现 那么这次在陈有亮大军南下之前不久 上天呀 给朱元璋送了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是一个人 他是谁呢 咱们下回接着说 这份大礼是一份大礼是一份大礼是一个人 来说